印象派创始人之一 克劳德·莫内 《睡帘》是他最知名的系列代表作 莫内毕生累积了相当多瑰丽的风景作品 透过他的双眼 追寻与感受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光影 且以自在随意不经修饰的笔触 堆叠出细腻璀璨的色彩 他的画作没有清晰的轮廓 却完美保留眼前刹那间生动且真实的美 1840年 莫内出生于法国巴黎 莫内五岁时 举家搬迁至诺曼蒂 落脚位于塞纳河河口的利哈佛 莫内在少年时期的讽刺漫画 人物的五官特征描绘得微妙微笑 充分展现了他的绘画天分 一次 莫内正在替顾客画素描时 恰巧被经过的风景画家 欧人布丹看见了 布丹瞧出莫内的可缩性 便询问莫内学习油画的意愿 而莫内带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来到了布丹的画室 被奇画聚之后 布丹便带着他一起走出户外做画 布丹除了传授莫内写生的技巧之外 也教导他如何观察周边景观的光线变化 莫内因此开始迈向追逐大自然光与影的旅程 更定下了以后要成为艺术家的志向 1859年 尽管莫内的父亲反对他踏上职业画家的路 莫内仍坚持离开诺曼地 来到了巴黎学画 但莫内对于学习当时常见的学院派画风兴趣缺缺 反倒常约在画室结交的好友 同由巴黎郊区写生 莫内之后认识了荷兰风景艺术家荣金 他带领莫内更深入探索阳光、空气所造成的变化 甚至示范如何运用视觉记忆 快速捕捉瞬间景色 荣金画作展现出的气韵 让莫内大受感动 并开始探索自己作品的风格 1866年 莫内为了寻找模特尔 结设了卡密尔 莫内很感激卡密尔 在他如此穷困的时候 帮忙照顾打点一切生活琐事 让他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创作 交系相处之下 两人渐渐日久深情 莫内的作品也随处可见卡密尔的倩影 穿梭于景物之中 体现了莫内对于卡密尔的真知情感 隔年莫内的儿子出生 莫内也以画笔记录下温馨的育儿生活 但莫内的父亲却因未婚生子之由 反对他们的婚事 更一气之下 断了对莫内的金钱支柱 对莫内夫妻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更何况莫内一直以来作品的销售不太理想 经济拮据的情况之下 也只能咬牙苦撑 直到1870年 莫内的父亲才首肯这桩婚事 但婚后不久 蒲发战争爆发 莫内与妻儿三人 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伦敦 在这期间 莫内看见了英国艺术家 康斯坦博与透纳的作品 他们的画作气势磅礴 让莫内眼界大开 并尝试汲取他们的绘画技法 转化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隔年战事平息 莫内一家离开伦敦 中间短暂停留荷兰阿姆斯特丹 莫内也把握机会 将风车、水暗等 荷兰乡村美景尽收画布 最后定居于巴黎塞纳河畔的小镇 阿让特一 度过一段平凡田式的幸福时光 这几年莫内创作了许多作品 也多次报名参加巴黎官方沙龙的艺术展览 却旅旅遭到评审判定作品技法不足 主题不明而推荐 1874年 莫内与马奈、雷诺瓦、赛尚、窦家等艺术家聚在一起 他们对于官方艺术沙龙展保守的评选制度 迎来艺术评论家的嘲讽 直指他的画作只表现了粗浅的印象 甚至批评品质低劣比地质还不如 更借莫内的作品名称 贬低参展的画家们是印象派 但艺术家们不应收入而退缩 反而正大光明地使用印象派的名号 掀起了一波户外作画的艺术革命 而莫内为了可以近距离观察波光荡漾的水面 甚至改造船屋作为画室 笔触也随着摇曳的船只跃动 表现出更加自然惬意的湖光水色 1878年 莫内带着儿子和怀孕的卡密尔搬迁至佛特一 与他的好友何希德一家同住 但不久何希德破产 为了躲避债务远走他乡 留下他的妻子爱丽丝与六个孩子 之后莫内第二个儿子出生 卡密尔身子却越来越雷落 但此时莫内的经济能力 仍无法负担庞大的医疗费用 只能默默地陪伴在卡密尔身旁 隔年卡密尔因病逝世 深爱妻子的莫内伤痛欲绝 而为了抚平伤痛 莫内能做的也只有不断地画画 临终的卡密尔 即是莫内献给卡密尔的最后一幅作品 署名上画了一颗心 含蓄地表露其对于妻子的深爱之情 卡密尔离开之后 爱丽丝决定留下来帮忙 照看莫内的两个儿子 莫内则更加努力地作画 肩负起两家共十口的生计 1883年 莫内的知名度渐开 收入也越趋稳定 并和爱丽丝还有孩子们 一起搬迁至吉维尼 为了寻找作画题材 莫内开始到处旅行写生 足迹遍及地中海区域 对于光线的追逐 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境界 为了能够描绘 为了能够描绘 稍纵即逝的光线 莫内甚至自创连作法 将数个画架一字排开 以不到半小时完成一张画的速度作画 例如系列作《鲁王主教座堂》 即是探索教堂建筑于不同角度 不同时段的光影变化 甘草堆 白杨树 国会大厦等系列作 也都是莫内不断地实验相同的主题 研究其在四季与气候等 多变条件之下的光影色彩转换 再运用画笔及时地记录下来 1891年 莫内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 展出了《十多幅甘草堆》系列作品 大获好评 莫内的名气俱增 多年来 窘迫的状况终于获得改善 这期间莫内与爱丽丝彼此照应 相互扶持 隔年两人正式结婚 几年之后 莫内买下了吉维尼的房子与周边土地 开始全心投入打造自己的花园 并以人工挖澡池塘 饮河水蓄池 池面种植许多 她最爱的睡帘 爱好日本艺术的莫内 水池之上还搭住了一座日式桥梁 花园完成后 莫内喜不自慎 赶紧架起画架 描绘花园景色 池畔垂柴柳睡帘 胡桥倒影 只要阳光洒落的每一处花草角落 莫内都不放过 1910年 暴风雨肆虐法国 大雨清贯之下 塞纳河暴涨 莫内的花园也免不了 持余之殃 花园遭到满意的池水冲刷 近乎全会 接下来几年 莫内的妻子爱丽丝 与大儿子相继离开人世 一连串的恶号 接踵而至 莫内气不成声 一度无法作画 好不容易想重新提笔绘画 又发觉自己泛红的双眼 仿佛盖了一层毛玻璃 目光所见的景物越来越模糊 不久 法国卷入一次大战的泥闹之中 尽管园丁们都已离开 莫内还是坚持留在花园 她要求自己无论如何 在完全看不见之前 都要尽心尽力持续地绘画 逐渐退画的视力 让她的画作偏向红色 莫内甚至必须凭借着 对于色彩的记忆来作画 画风也越来越抽象 图面直披布满红色 如同沾上洒落的鲜血 低垂的杨柳 也似乎在述说着莫内的 无奈与落寞 1923年 演技未见改善的莫内 决定进行手术 手术过后 莫内对于红黄等颜色的 辨识能力降低了 她的作品也因此蒙上了 一层蓝色的外衣 1926年冬天 莫内合上了双眼 她守住了自己的承诺 在最后画的人 是她最爱的睡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